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不可以用信仰来开玩笑 方赞国强调凡事都不应该掃尊武力 但他用了个比喻 说假如有朝一日 有朋友用难听的说话骂他的母亲 他必定会向对方保以老权 还说谁都应该预料得到会有这个后果 方赞国这样说几乎是画公仔画出场 查理州罕枪击案发生之后 梵德江曾经联同法国的伊斯兰教领袖 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暴力 同时促请传媒必须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 对于友情报指 教宗是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其中一个袭击目标 方赞国说对保安有十足的信心 相信自己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作为第三个到访菲律宾的教宗 怎样保方赞国的周全 是菲律宾当局面临最大的挑战 事关之前两任教宗在访问菲律宾期间 都不若而同遇上企图暗杀的事件 差点就命爽当地 1970年 事任教宗保禄二世 在菲律宾机场被一个扮成神职人员的 玻利维亚艺术家容刀吉桑 1995年 事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在马尼拉下塔的地方附近起火 调查人员在现场检获化学药粉 计时装置和炸弹 证实有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打算炸死教宗 最后因为意外人发火警 导致计划捉招 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 亦都是计巴西和墨西哥之后 全球第三大天主教国家 国内有8000多万天主教徒 占人口8成多 大南部地区就以伊斯兰教徒占多数 有人因此不满菲律宾政府 政策向天主教徒倾斜 令他们受尽压迫 造就分离主义抬头 较为人熟悉的反政府组织 例如莫罗民族解放阵线 莫罗伊斯兰解放阵线 阿布萨耶夫 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等等 以南部的棉兰老岛 和中部的米沙烟群岛一带为根据地 多年来与政府冲突交战不断 死伤无数 其中规模最大的莫罗伊斯兰解放阵线 主张在棉兰老岛 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曾经多次和政府军爆发武装冲突 绑架、杀人、放火等的事件 更加是经常都发生 2012年 莫罗伊斯兰解放阵线和菲律宾政府 定定和平框架协议 组织同意解除武装 缓取起南部建立自治度更高的新自治区 和平之路渐渐楚光 菲律宾是唯一一个 四度接待教宗来访的亚洲国家 有评论就认为 教宗来访 对菲律宾的和平团结 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期待方济国能够为南部和平进程 带来实质的帮助 今天的新闻节目说到这里